因为这个项目最有希望获得金牌的是匈奥利的Vicky 他在第七个出场 好 现在看到的是澳大利亚选手瑟拉图莱 瑟拉图莱呢是在去年的市井赛上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 而且他也是伦敦奥运会上也是获得了铜牌 伦敦的世界锦标赛上 他的教练是来自中国的熊松良 交叉起倒立 接环上拳弦 在马中的额式挺身拳弦1080度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动作 单环上有些分腿 单环 他又掉下 他也掉下 因为我们刚才看他的动作的节奏太快 所以说你没有完全掌握好东西就掉下了气息 他这一道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没有充分的甩开 本来他也是奖牌有力的争斗者 这样一下他也退出了行列 这样给滕海斌带来了机会 码头的打滚360 挺身一位 在另外一个码头的 额式挺身转体1080度 做得非常好 然后在前一三位 后一三位 起倒立 转体270度下 我们看 有两位失败的选手的后半套 做的都是非常的出色 因为他没有压力了 他的动作和 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匈牙利的搏击的特点的就是 他的动作就是 短促 节奏迅速 我们看到 他的教练熊松良 所以中国的教练也在世界各地 传递了我国的技术风格 所以世界体操的发展 做出了贡献 包括美国队的桥梁 乌加尼 澳大利亚的熊松良 韩国的陈时金等 他们分别在美国 澳大利亚 韩国等执教 会推广 体操运动 做出自己的贡献 经常看安马比赛的观众肯定对他的这种风格会比较熟悉 他就是特别的快 一会儿你再去看一下目前资格赛排名第一的匈牙利名将搏击的那一套安马 搏击他本身的个子就很高 他一米七八的个头 他做的安马的节奏就是很舒缓 节奏呢 就是节奏也是让你感觉到有条不紊 14.333 目前排在第四 费号 続いてでした 谢谢大家